气温走降 但不影响民众公园散步休息的性质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了 还带来造型气球送给小朋友 拿到市长的礼物好开心 在逛逛全新整修的中和区寿德公园 过去只有树木草地还有一座凉亭 不过因应气候变迁 降雨形态转变为短时强降雨 造成附近地区容易产生积淹水的情况 因此在寿德公园内建构了制洪空间 有效降低周边地区排水系统的负担 它可以容纳一万两千十百吨的雨水 包括旁边的自强国小国中的制洪量 也可以解决这附近就隔离 将近八十五公顷的范围里面的积淹水 制洪量增加让附近居民免于积淹水的困扰 也保留原本的老树增加游乐与建体设施 兼具生态休憩清水功能 老公园也可以多元发展 华视新闻张志勤 陈建达SNG小组新北市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